很多人會經常抱怨他脖子痠痛 肩膀痠痛 高膀痛 但是衝過的角度看 這個人每天都在抬頭過日子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讓他的頭四五公斤的重量 往後倒壓迫在頸椎的關節上 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個動作 你會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你相不相信 我看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包含你自己 每天都在過這樣子的日子 你再也不要跟我講脊椎痠痛 因為那是很正常的 好 為什麼我說會抬頭過日子呢 來 你試試看喔 你的鍵盤是不是就放在桌子上呢 你的手要往前趴 是不是會身體前傾 圓肩 身體會累 自然會脫背 但是你要看螢幕 當然得抬頭啦 而這個姿勢跟剛才講的 抬頭一步一樣 自己試試看喔 把手放在脖子上面 身體坐直 請你抬頭 你會感覺到脖子壓在一起 一樣把手放在脖子上 你脫了背 看螢幕 你有沒有覺得脖子是被擠壓的呢 這就是我說的抬頭 那如果你是用notebook的話 更慘 因為螢幕更低喔 螢幕這麼低 人的眼睛看正前方 需要看到正重要的字幕喔 所以你會壓低身體 像駱駝一樣 像烏龜的脖子一樣往前打 這就是你工作的寫照 這就是電腦桌前的烏龜脖 我們要避免這樣子烏龜脖的工作 其實人體工學的環境很重要 以下就是我們的解方 首先呢 你要把身體拉起來 這個時候呢 你要讓你的鍵盤靠近你的身體 因此第一個動作 去準備一個鍵盤 抽屜 在這個抽屜之下 它的高度會跟你的手肘 肘肩差不多高 讓鍵盤靠近你 而不是你去遷就它喔 滑鼠也很重要 滑鼠放臼上一定會肩膀痠痛 一定要放在鍵盤一樣的高度 這時候你再檢查你自己 手腕的位置是輕鬆的 而手肘是在肩關節的下方 大腿跟身體應該保持標準的95度 所以不能太後勤 因此好的椅子 會有一個足夠的支撐 所以屁股塞到底 身體往上拉 靠上去 很輕鬆的支撐 如果有手肘的支撐更好了 接下來螢幕的高度很重要 螢幕的最上面的行字 要跟眼鏡一樣高 否則太低的螢幕 你會往前拉 所以請把它拉過來 螢幕最上面的字 拉高一點點 正中央略地於視線水平 這樣你最輕鬆 這時候打電腦輕鬆之外 你的大腿跟小腿也很重要 這個角度縮得太緊 容易有筋膜的問題 所以把它拉開一點 準備一個腳踏板 前有撐 後有靠 非常的輕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工作你會發現到 呼吸很順暢 所以檢查你的呼吸順不順暢 記住好呼吸就是好姿勢喔 朋友使用筆電工作的夥伴們 很容易每天都在烏龜婆的環境下 這時候你還是得把身體拉直 但是螢幕太低 會讓我們壓低身體往前拉 怎麼辦呢 準備像這樣子的架子 把它架起來 你會發現到 這就可以找到 我們想要的高度不是嗎 而鍵盤的位置 千萬不要把手拉出去 要外接鍵盤一樣 跟剛才一樣的方式 這樣子工作 你就覺得非常的輕鬆 呼吸會很順 如果累的時候呢 大家很容易有在中午睡午覺的情況 而大家容易這樣子趴著睡對不對 這樣壓迫胃壓迫脖子 這樣要歪著脖子也不舒服 所以一樣人體工學的環境 我們可以調整架子的高度 調整我們要的高度跟角度 然後呢 把這個靠背墊拿出來 卻有一個立著的架子 有沒有看過馬門按摩的架子呢 就是這個樣子 很好睡覺喔 OK好 這樣人體工學的環境設置 你學會了嗎 需要健康的人不會健康 追求健康的人才會健康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生活心態 其實就是我們的健康狀態 從現在開始我們好好的調整我們的工作環境 一起在生活中創造健康吧